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今天我们又要来聊一聊 科学家与记者的第一支舞 大家应该学生的时代都有跳过舞吧 所谓的第一支舞 常常一不小心就是 我踩你一脚 你绊倒我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内容究竟要聊什么 我们要来聊一聊 关于科学传播这一档事 沟通的正确性和沟通的效率性 到底专家、政府、记者 还有普罗大众 也就是您和我 我们到底应该追求的是正确 还是效率呢 任何关于医疗的事情 它都是失之好理 差之千万理的事情 就拿这一次新冠肺炎的事情 来作为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所谓的专业的传播 科学的传播到底有多重要了 我今天为大家请来这方面的专家 他是来自世兴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 助理教授罗颖悦 罗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大家晚安 罗老师 我第一题想要请教您 如果说依据就是国际上面的 许多的重点 重要的这个调查 您觉得这个调查显示的结果 台湾民众对于科学家、记者 还有政府这个不同的部门 它的信任度大概是怎么样 那这个又跟国际的其他欧、美、先进国家的普罗大众来相比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关于这个调查 那我们其实应该来看一下 如果要跟国际做调查的话 其实确实是在2019年 有一个是英国的基金会 Vilcom Trust做出来的研究 那我们会选择这一份 其实台湾内部有很多相关的调查 但我们选择这一份 只是因为透过这样的研究 我们可以做跨国比较 那在这边 他其实做了很多关于信任度的部分 我们特别关心的会是 台湾民众对于科学家、记者 还有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如何 对,这个听众朋友 您先猜猜看 哪一个是信任度最低的 这个要猜吗 金罗老师揭晓了 对,这个信任度 我们先讲好的好了 好的 基本上台湾民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度 还是算蛮高的 至少八成的人说 他还算信任 或是非常信任科学家 是的 那那个政府跟记者的信任度 就让人觉得抱歉 大概都是几成啊 在台湾民众反应 他大概只有不到四成的民众觉得 我还算信任政府 或是我可以说我非常信任政府 这个比例不到四成 那至于对媒体朋友们 这又就是更低了 更低 就是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就是说他们非常信任 那就是大概四分之一 大概百分之二十五而已 对 就 那我来强调一下 就是这是2018年的状况 2018年 所以2019年发布 是这个意思 对,2019年发布 了解 所以2018年的调查 那当然的时候 时空背景不太一样 那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其实其他国家 反映出来的结果 相较之下呢 好 就是在台湾 我们先记得最高的是科学家 然后第二名是政府 第三名是 就是记者 但是实际是调查尾 真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信任度而已 就是 我们可以 就是 至少这个排序 在其他国家也大致上是这样 真的啊 OK 了解 就是科学家都会是第一名 了解 那政府会可能会是第二名 那记者也会是 可能就是第三名 这个是 我说的其他国家是像欧美 比如说是德国 或者是美国 跟我们比较 德国跟我比较有关系 我们的制度比较相似的话 或者说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了解 几个国家 好那 只是台湾的民众 对于这三者的信任度 跟其他两个国家比起来 其实还是偏低 比如说我们有八成的人觉得 诶 科学家还算蛮值得信任 是的 可是这个比例在德国跟美国是九成 哇 非常的高诶 德国跟美国 了解 嗯 然后 在政府的部分 就是他们至少也会有六成的人说 其实他们是信任政府 这个叫做及格哦 嗯 对 诶 就是 对 那他们在媒体的部分 其实也大概是这样 他也都有可能达到六成 就是不会像台湾突然 对 不会像台湾突然就是落差这么大 嗯 嗯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 就是在国外之大部分是这样 是的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 对不起 我先打断罗老师的话 呃 观点 会客室 这个节目之所以是有学界 跟一个公益媒体 也就是我们家 Nits Radio 这个公益 不是什么老王卖夸 自卖自夸 是因为呃 我们之所以一直用非盈利组织 来做媒体 这么烧钱的行业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钱的因素一旦加进来 对于一个媒体 他的社会公信力的影响 实在太大了 因为呃 这个也不用外外人来说啊 因为我们作为雇中之人 真的了解这个所谓的收视率啊 所谓的这个 如果大老板 他的主要的市场 不是在这片土地 而是在另外的市场的话 这个媒体的言论 就很有可能 非常的倾斜 好 罗老师请继续 我想这个其实是 呃 我们台湾的媒体 的同业值得 去警惕的一份调查数据 那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如果您 呃 对于我们像 Nits Radio 这样子公益媒体的理念 支持的话 请您可以让更多的人 一起收听我们 是 罗老师 但是在 其实在谈信任度 媒体朋友 其实也不用这么难过 因为 其实我们在谈信任度的部分 当年这份问卷 虽然是当年 这几年前这份问卷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广泛的问法 OK 就是它只是单纯的问信任度 那其实这个事情在 今天这个场合里面 也许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曾经在学 传播媒体 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不同的事件 之后询问 有道理 其实是完全会 就是不一样 也许民众对于整体而言 我们的媒体不是很满意 可是在询问他们 对单一事件 或是单一媒体的时候 他们是会展现 他们的高信任度的 理解 所以这个只是告诉我们 一个普遍的状况 那在这边 我其实特别想要提的是 就是根据三月底 TVBS提出的民调 虽然我们在2018年 询问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信任度 其实只有三成 不到四成 但是以目前的 我们的防疫措施而言 其实台湾民众 对于现今政府 现在执政服的 满意度是超过六成 那甚至对于我们的 中央疫情指挥官的 满意度是高达九成 那这个直逼 就是欧美世界 对于科学家 对于专家的信任度了 对就我必须说 就是信任度 人家说民意如流水 所以在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是 才会是真正影响到 信任度的原因 可是就是 普遍的我们就是 当做一个基础的参考 但是我觉得 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是询问民众的信任度 这个是更具体的指标 有道理 有道理 像台湾在这个 过去的这几个月 其实可以说是 世界瞩目的焦点 因为 陈伟常常在讲 台湾的台湾人 每十人就有一人 身家性命 跟大陆息息相关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 在大陆的台湾人 不论是就学 或者就业 大概有两百万人 那另外台湾有三十多万人的 这个陆籍配偶 所以您看这个加起来 就是两百三十万人嘛 那就是两千三百万人 里面的十分之一 这样的情况 好 回头来讲 可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疫情的表现 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真的是希望田佑台湾 继续持续下去 我们真的叫做模范生啊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 来聊一下 跟罗老师聊一下 就是说 其实科学家 他们要跟民众沟通 把这个科学拉广泛一点 我们就说学者好了 我们就说专家学者好了 他们跟这个民众的沟通的 这个方式的话 有时候是透过记者 有时候是直接与民众沟通 一般而言 您看到台湾的现象 大概会是倾向哪一种呢 这我自己做出来的结果 大部分的科学家 其实比较愿意 直接跟民众沟通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当时也 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 也还蛮意外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国际性的比较 就是台湾跟美国跟德国比较 那我们会觉得 可能 因为跟记者沟通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率 那透过大众媒体的帮忙 其实他们可以让他们的话传达到 给更多的听众或是观众接触 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说 这是一个所谓平台的世代 因为拥有平台 你就拥有了关注权这样子 是 罗老师 所以我们也很意外 他们竟然会说 但是科学家比较想要 直接跟大众沟通 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 那个人际沟通 我们有说见面三分情 我们后来觉得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会让他们比较愿意去 他们比较喜欢或是乐于 跟大众做直接的接触 因为现场会是一个 他们随时可以做的调整 有道理 但是也有可能是出于 我们刚才上面讲到的 他们那个广泛性的 这个英国的这个调查 就是他们不一定 那么相信媒体 这个是媒体要自己检讨的 以台湾这一次的疫情表现来说的话 陈时中部长他担任指挥官 他的记者会每天都开 真的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亲自上线 大家都在问 他不用收假的 其实是心里面 其实是很疼惜 这一群就是做疫调的 还有疫情整备的这一群官员 好 然后也公开的 接受记者的询问 然后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说沟通越频繁 那他的信任度的建构 还有效率性就会越好 这个如果用理论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画上等号吗 在过去的许多的传播理论来说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在辩论说 到底是不是越频繁的沟通 就会让民众越信任 因为这就是每个理论典范 在转型的时候 现在的 我们现在常常希望民众可以多参与 某种程度上也是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就是我们的传播理 我们的想法告诉我们说 就是只要多灌输民众知识 他们就会喜欢我们 对对对 这个基本的等号是这样子画上来的 对 然后后来发现 哎呦 这样子好像不行 就是因为后来还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英国狂流症 然后基因改造 还有承诺比事件 这些事情都让民众对于科学的信任来度 是像就是往下掉的 那也让大家开始想说 哎呦 我们过去这么努力的 想要让民众了解我们 结果几个事件发生之后 信任感就变低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策略 那也就是 所以科学传播策略的改变 其实是希望让民众对我们有信任感 可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开始讨论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博士指导老师 就是Hans Peter Peters 他日前在 他写了一篇学术文章 那其实他里面有认为 其实民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感 有的时候其实比较是结果论 也就是说频繁的沟通对于 以现在危机处理而言 频繁的沟通对于稳定民心很重要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政府的信任度 不是因为他 主要不是立志于他对我们频繁的沟通 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成效很好 对对对 他的 我们的信任感是建立在他专业的展现上 而且对我们生活有帮助 所以才会有比较高的信任感 是 所以最近我们也开始讨论说 到底沟通 真的是沟通是建立信任感的主要原因吗 还是在这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拿出的是我们的专业 然后做出成效来 那民政的信任感是建立在我们专业成效的展现上 如果一直说就是口罩够口罩够 可是实际大家都买不到口罩的话 那可能就是讲再多遍 讲到大家耳朵都流油了 可能也还是没有用 所以但是这听起来就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挑战很多政治人物啊 就像是大概2013 2014年那时候 就是台湾最大事 大概就是这个太阳花学运 那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当时这个 就是 在潮跟在野 在潮的人一直说 其实我已经沟通了一百遍一万遍了 我已经不断的一讲再讲 然后到处去开公厅会了 可是在野的人就一直主打说 黑箱啊黑箱啊 没有好好的沟通 所以这个有时候其实 传播跟民意这一件事 还真的是很玄妙的东西呢 应该说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觉得开诚布公 诚实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在危机处理的时候 就现在的疫情里面就是一个危机 那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台湾这一次 我们的资讯透明 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帮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去对抗疫情 以前我们不会觉得它很重要 但现在我们觉得它 就是它很重要 所以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新冠肺炎里面 打假新闻的这一件事情 某种程度是 我不会说它是对于 言论自由的伤害 但是我会说 它是对于 言论自由的某一种 框架的约束 你要传播 你一定要传播正确的事情 不要传播那些还具有科学不确定 或者根本就是乱造谣的事情 确实 因为在 也就是说 当我们现在在讲 就是平凡的沟通与信任度 其实平凡的沟通 它里面应该要沟通的 也应该是正确的讯息 就是里面需要 就是提出来被 就是强调的 对 是是是 所以如果整体来说的话 您怎么样看 就是您在做 这个科学传播 这一件事情上 我想这个 这一次新冠肺炎 我们的抗疫的表现 我们抵抗疫情 跟疫情 就是大作战的 这样好像在作战一样的 这些表现 整体而言 您就应该可以 根本就可以说 视为是一种研究方向了吧 您觉得这一次 整体的表现 看起来怎么样 这部分 其实大家也想要做 就是做研究 那在这部分 我只能谈 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就是整体而言 我们台湾表现 确实是相当的优秀 至少在第一波的疫情里面 我们的表现是在 就是全世界是明列前茅 是 那 不过就是 超剧时下话 就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因为我们接下来 可能还有更远近的战药 包括就是疫情之后的重建 这些都会是 未来即将要面对的 对 我陈伟一直在说 就是这个 我们隔离 或者是对抗疫情而来的 人权账 还有经济账 这个账是账粉的账 这个其实都之后要来算的 就是这个 台湾到底会不会卷入 就是这个美国为首的 这个欧美世界而来的 可能会有的经济大小条 我们到底要如何自处 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是 陆老师 那 对 就是现在我们在第一波 确实表现得优秀 那我们就希望这样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那在第一波里面 我观察到的情况是 事实上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的反应 算是非常优秀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LINE 首先在第一时间就推出了 集管家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APP 他首先取得了 就是资讯正确权 或是资讯的诠释权 就是说当我们需要知道 什么资讯的时候 请马上上集管家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对 而且听众朋友 你那时候如果打1922 其实很容易打不通 所以你真的是会 我说的就是战线中 陈伟自己打过 实测过 但是如果你直接LINE里面 看集管家 然后你问他问题 他其实还蛮快就会回复你的 所以我想资讯的诠释权 政府那时候就很霸气的 马上卡位进来 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是 而且他选择的LINE 是台湾民众最常用的社群网站 他不是选择 可能像WeChat 我们台湾民众普遍 没有像大陆人那么常用 对 然后再来是 我们的政府团队 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还有许多的学者 那在这里边 他们都非常的努力站出来 然后很诚实的跟民众说 他们什么事 他们知道什么事 他们不知道的 那他们也尝试 对未来做一些预测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该不该戴口罩 该不该洗手 那我记得那时候特别被 一开始特别被强调 就是关于洗手这件事情 是的 是的 对 而且那个 我觉得我讲到勇敢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因为当时原本就是 大家都疯抢口罩 结果就在大概隔了 就是过完华人年之后的 大概一两个月 就开始 就是政府就开始说出 另一种说法 就是说不要再抢口罩了 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 所以什么叫需要人 就是你如果是走在户外 马路上 你其实不需要 需要的人是进去医院探病 或者是可能一些高危险族群 可能将计人车驾驶这一些 其实就是当时有 这个话现在听起来 因为现在开始出现了 台湾出现相当多起 无症状的确诊者 他连咳嗽都没有咳嗽 更不要讲发烧了 根本就没有 他还可以就是拍拍照这样子 但是在那个时空之下 其实做出这样子 说明的这些专家学者 我记得有其中一位 是张善纯副校长 台大的副校长 也是医学界里面的大佬 其实我是觉得很勇敢的 所以这一次 确实他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就现在开始鼓励大家 比如说坐公车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 所有的公共运输都一定要戴 表示我们的整个防疫措施 它其实是在变动式修正 对 变动式修正这个很重要 是 所以这个是 这是非常好的部分 那除了就是 比如说在资讯 在政府的部分的话 我另外一个觉得 其实非常惊人的是 台湾的民众 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惊人的 他们展现相当惊人的能量 比如说我记得 最早开始要口罩地图 可以去哪家药局买 就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 就是网路上买 但我记得在 实名制登记的前几天 其实是台湾民 是一位工程师 自己主动推出来 这是一个 台湾公民社会力量的展现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非常惊人的 那还有是 就是 虽然我们的政府跟学者 做得非常优秀 他们也尽量把他们的话 讲得非常直白 可是 可能还是有民众听不懂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有些网红 他会想办法浓缩 就是 常常 就是常常的解释文 然后解释成 比如说从20分钟 浓缩成8分钟 然后条例式的 解释 甚至还画图 那我真的觉得 那个也是一个 让我觉得相当感动 是一个台湾公民社会的展现 其实这也回应到 就是科学传播里面 我们有时候需要 媒体这一块 就是因为 我们确实需要 中间的翻译者 或是转译者 了解 那这一次在防疫里面 我很高兴 就是这一块 其实有公民出来 把中间的不足的 就是他把中间的沟通里面 需要的环节 就把它补起来 我们在过去常常都说 就是 科学家期待 是大众去理解科学 可是在比较晚近 有另外一派的呼声 谈到说 大众其实可以参与科学 还有科技 可是这件事情 我其实那时候 刚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有一点惊讶的 因为这个 大众参与科学跟科技 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会相当担心 会不会因为 普罗大众欠缺相关 对专业知识的 这个 知识的了解 还有对于伦理界限的 那些伦理界限 常常 因为伦理界限 其实在专业领域里面 以前常常是因为死过人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 他是前人 前辈 他们付上相当多的代价 才建立出来的 这个伦理界限 可是普罗大众 因为不够清楚 这个伦理界限 所以会不会出现就是 比如说反人权 或者是反制的行为 比如说反人权 就是像我们看过历史上 纳粹他们曾经主张 种族清洗 他们说自己替天行道 然后重点是 当时在这个威马政权之下 纳粹其实是 合法在做这些事情的 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德国曾经一度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对于晚静的这种 大众参与科学与科技的 这个说法 我其实心里面会很好奇 像罗老师您做科学传播的是 怎么样看 我们要怎么样不落入 不伦落入反人权或反制的情况 我先来讲一下好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在 大众参与科学这个论典 主要还是由学界来提出来 那学界当然有这个自信 应该说 结果我们去做了民调发现 有趣的是 不论是这个民调是在台湾做 或是在欧盟里面做 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民众 其实是不想要 不想要参与科学 对他们其实没有打算要参与政策 这样出差已经够我烦了 大家有时候都会开玩笑 说就是学者就是一群 把简单的事讲得很复杂的人 于是我们就期待政府呢 要帮我们把很复杂的事 搞得简单一点 罗老师 对但是就是我很抱歉的是 以现在科技的进步 好像很多事情就变得没有这么容易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科学不确定性吗 您谈的是这个吗 它不只是科学不确定性 还有就是比如说科技的安全性 我们现在在谈远距教学 哪些软体可以用 哪些软体已经出现了资安问题 有道理 好像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么可以 我们就是把东西就是交给其他人 由其他人替我们决定 有道理 这个听众朋友 我要给大家一个统计的数字 就是大家知道 其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网路上面最常被搜寻的三个字 不是God G-O-D 也不是在世界上面的那一个框架 叫做Law L-A-W 是什么呢 其实是Sex S-E-X 所以过去呢 其实有时候爸爸妈妈为了保护小孩子 会说一句话 就是说 你给我 你被禁足了 你就待在家里 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真的觉得 现在您让孩子在家里 如果他的房间里面还有网路 他其实还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对 所以这个是回应您刚才谈到 就是说 现在社会 出于就是科技 他的 他多么的power 他的无远佛界 其实有时候 我们很难把这个安全让渡 给专家帮我们决定 对 确实 我也认为 在以现在公民社会的状况而言 其实 每个公民是有权利去参与这些政策的 就是 尤其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政策 那不管是刚刚提到的网路啊 还包括我们下载个APP 它会不会自动地打开我们的镜头 都是一个 会值得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子是被 那这些事情 我愿意给专家做决定 我能不能自己也参与 这些都是 就是是在我关心的 这部分 那 其实在谈 就是 会不会造成所谓的反制 或者是说 就是当年反人权这件事情 我能说 我们这样说好了 其实不管我们在谈反制 我有时候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反 而是当人去不太愿意思考 或是他没有能力去思考的时候 会觉得从众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 比如说你有没有出门 就是你有没有跟一群朋友出门过 那你会发现 就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出门 一群朋友出门的时候呢 在找路的永远是前面 走在前面的几个 然后在后面的 你只要负责跟旁边聊天 多轻松 是不是 跟着走就对了 然后呢 前面的如果走错了 它转弯 你不会多问第二句 反正我就跟着朋友边聊天 我就边转弯 对 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 就是我们大脑里面设定的 就是这样 因为思考会消耗大量的脑力 那特别是当我需要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呢 我的大脑就会自动关闭其他的功能 那就是决定就是遵从别人的脚步 是是 这是本来就是内设在我们自己的 就是内设在我们的行为模式里面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有意识到的话 尤其我们就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 那其实在谈科学传播里面 跟反制这件事情 那我其实很关心的会是 就在言论自由的部分 因为这个东西 应该说 只要是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面 不管是不是大众参与科学 或者是 就是 大众只能理解科学 不论是哪一种层级 对 那就是总是会有人出来带风向啊 对 因为在言论自由里面 有道理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 是 那我们关心的是 那民众有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些声音 OK 因为当声音太多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其实自动会关闭 应该思考的那个部分 因为遵从大家的意见 其实真的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是 那这边 作为一个在教媒体试读的人 我就会觉得 其实有几个指标是可以让大家参考的 指标很重要 因为在 比如说我们就要 就是防伪装置 OK 因为讯息有真有假 就是叙叙实实 那我们自己身体 应该也要有一些内建的 我们的大脑思考模式里面 应该有一些内建的防伪装置 那很明显的会是 比如说我们谈媒体的时候 之前的公式P-sharp 他们就有提供了所谓的媒体摆名单 那这个东西 就是看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资讯来源 如果是来自于摆名单的话 也许它就会比较值得醒来 我不是说白名单 它不会犯错 它只是犯错的几率会少 比其他媒体低 听懂 那在科学知识里面的话 我们所有一些防伪装置就是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哪位学者做的研究 哪位学者哪个机构 那甚至看一下它里面的论述 是不是符合逻辑的 这一点在目前防疫时期 又是特别的重要了 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整体来说 您认为台湾的民众 应该参与政府的科学 还有科技政策吗 还是其实就把这个事情 留给专家就好了 就是大众只要 哦 follow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从众 如果这么放心的话 就是 我相信科学家也 应该还蛮乐意的吧 其实 好啦 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的社会 那其实公民社会里面就是需要 大家参与 那我对于 所谓大众参与科学 比较不放心的部分是 我们在什么样的基础下 让大众参与 他们是不是 因为 我们就算是 现在要投票 至少也是 要公投 也是要18岁 就是他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下 那他才 就他有能力去思考 他有能力去自己找资料的时候 有道理 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于是来参与决定 并且为这个决定做负责 那我们在谈大众参与科学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是 在科技政策 在谈科技政策 或是科学政策的时候 有的时候 民众的思考 或是他基础 他的先辈知识 确实是不够的 就是在这一点上 因为我们现在谈的科技 他其实议题是非常多 就算是 我们作为 就是我们作为科学传播者 我们也不是懂每一个议题 我们只会懂我们自己的领域 那 我们在 这个领域是专家 可是在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只是一般民众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去参与科技政策的时候 到底我们拥有的基础是什么 所以在谈大众参与科学的时候 我比较害怕的是 我们没有给民众任何的知识 然后没有跟他们做好沟通 甚至不知道他们懂不懂 于是就匆匆的 把决定权交给他们 然后逼迫他们做出决定 要求他们为他们的决定 做负责人 这个是我比较不愿意看到的 那 其实回过头来说 就是 最近几年来 也因为 就是公民社会 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 对 就像我们说民意如流水 这个是万古不变 我其实是非常认同的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 对 然后公民社会里面 它又需要依赖的是言论自由 那在 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 从台湾自己 最近几年来发生是 比如说2018年的选举 然后到我们今年年初的大选 然后在最近的疫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言论自由其实是已经成为 我们引以为好的言论自由 然后整个公民社会 立即之上的言论自由 对专制国家而言 它是个弱点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攻击武器 就是说就是 专制国家开始 用假训行的方式来影响 就是公民决策 那这件事情事实上 你可以看得出 政府连在防疫的时候 它都必须还要分神去澄清 可以就是大家数一下 就是政府部门 没花多少力气 在做澄清 所以其实回到就是科学传播 就是最初时 不管是不是公民参与 我还是认为就是 科学传播的本质 它就是关心知识的传递 还有知识的生产过程 那这个东西 它是会强化我们的公民社会 也就是说 它可以增加我们 对于不实言论的抵抗能力 那我也希望是 当民众拥有比较完整的 就是当我们习惯去接触知识 然后去接触正确讯息的时候 我们也会更有能力 去参与我们的每一个政策 是 这是一个整体社会的 学习的历程 您的意思是这样吧 对 回到我刚刚最后 我最后一题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开始就在谈的 就是说沟通正确 跟沟通效率 专家 大众 政府 记者 我们可能可以定出一个 什么才是最上位的目标 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就是我们常常说 这个专制国家 他们沟通最有效率了 因为根本就是单向的宣导 可是民主国家 有时候大家会说 哎呀 就是太民主了 做事情都有够没有效率的 人家那个可能 可能那个盖一间医院 十天就平地而起 我们一个就是 优先顺序有够高的 叫做就是从国际机场 我们的国际的门面 然后接到首都的一个捷运 就是一个这种快速的 这种公众交通 我们都可以搞个二十年 都还闭案重重 所以正确跟效率 它好像有一点像是敲敲板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 整体社会学习的历程 您刚刚已经回答了 可是您觉得可能 最上位的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如果是问 我作为科学传播者的话 我自己的指针 可能还是会指向 所谓的正确 会是比较重要的 应该这样说好 我们来这样子比喻 如果正确的资讯 你也知道科学家讲话 说真的无聊 所以它就是一个难吃 但是可能不会伤身的食物 就是会让人食不下眼 但是能够有效传递 就是经过包装的讯息 它有时候真的 它真的蛮好吃的 那因为它让人容易 就是吞得下去 但是它也有 就是它 但是在让人吞得下去的时候 它有时候可能还要加一点 就是添加物 如果在添加物 在合理的范围内 其实基本上它是不会伤害身体的 但是那个界限 重点是那个界限 应该抓在哪里 这个人工添加物的界限是 应该是要再画在哪里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科学 就是对于学者 或是媒体而言 它会必须要 我觉得是一直要一直学习的议题 那特别是 比如说我们这样说好了 如果是关于重力波 或者是黑洞照片 黑洞怎么形成 虫洞有没有存在 这些议题的话 就是资讯正确 或是资讯如果包装的好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 比较没有在乎 它的人工添加物有多少 但是如果跟我们切身相关的 比如说戴口罩 口罩到底能不能 就是口罩干针 或是口罩要用什么方式 才能 然后最后是怎么样防疫这件事情 这些跟我们习习相关 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做 生活作息的日常里面的每一个话 可能我对于那个 人工添加物的忍受度就会 OK 有道理 比较低 那那个地方我就会 在跟我们民生越相近的 我可能就会倾向 就是即使它 即使它难吞 但是我还是会宁愿让它维持原味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助理教授 罗颖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 我想如果以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来作为一个观察的案例的话 我们真的是认为说 大型的公众议题 它的传播 其实第一个 它应该是一个全社会 共同学习的历程 这个当中 即使有一些东西 它或许它并不可口 但是 因为它相当的营养 它营养到 它足以就是让我们活命 那么我们也 仍然是要共同来 把它这个东西给吞咽下去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过去 这个台湾常常大家会觉得 就是政府部门跟民众之间的沟通 相当的不通顺 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层面 有时候不是话术啊 有时候也不是那个本质 到底是一个 就是专业门槛高不高 有时候是一个信任感 就是社会各界的信任感 那信任感其实是建设 建立在开诚布公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不容易的历程 政府一方面 可能政府又追求了效率 所以因此 他们只划定有限的范围 让民众在那里面 做选择 其他他们都自己包办 然后自己来处理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样长久下来 或许会是一种短力 可是长空的情况 因为信任感实在 很不容易被建立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 跟大家分享这个 科学家与记者的第一支舞 这个重要的系列话题里面 我们最后的结论 这个罗老师有什么话 想要说吗 在最后 这个应该也不会有结论 我想就是科学家与媒体的 纷争或是角力战 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那事实上 就是这样也是个好事 就是我们确实也需要媒体 我们需要媒体来 让我们的知识 可以传递出去 然后某种程度上 我们需要媒体来 就是监督我们 因为科学家 如果自己监督 你知道自己人 监督自己人的时候 就是会求决兼裁判 但是媒体 他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客观者的角度 然后来一方面作为监督 那一方面来是底力 让学术界可以更进步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听 那观点会客是在 现在要告一个段落 那下周的同一时间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NITS Radio 如果你没有在首播 跟重播的时间听到的话 也非常欢迎您直接 关键字上网搜寻 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就可以直接在他们官网上面 有随选随听 也就是您可以直接在 YouTube上面 看到您想要看的那一集 我是陈伟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 NITS Radio再会了 拜拜